因为日本国内的政局竞争继续延烧的钓鱼的议题可能要延烧到11月左右 可是现在看起来许多状况正在失控当中 第一个失控的是中国大陆在这个周末所进行的反日大游行 在北京的反日大游行在日本大使馆前面群众发生了冲突 更可怕的传说在长沙某地的大游行里头 根本有民众进行了抢劫 把一家金楼的珠宝都得抢了 这个消息目前为止大陆是封锁的 也没有经过证实 还有一些消息是他们在街上打砸一些一般老百姓的汽车 著名的李开复 也就是很多人所尊敬的科技先驱 他在中国大陆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短短的他写着 他说这是日本人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他们隔海望着 中国人所谓的反日大游行里头 如何破坏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财产 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 这是失控的反日大游行 跟上几个礼拜 虽然好像推翻了一些车子 但基本上还在控制范围是不太相同的 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说 在我们抵制日货之前 有些微博的言论说抵制日货之前 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应该抵制中国人这些蠢货 这是目前在中国内部的一个民意的状况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军方所升高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礼拜出手的是中国的军方 中国军方在14号当天派出了六艘 六艘的所谓叫做海坚船 这个海坚船称为叫做海坚50 海坚50是目前中国大陆大概4000顿级 大陆综合能力最强 设备能力最先进的大型中远程的海坚船 它是隶属由中国军方来处理的 那目前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讲话 过去讲话经常都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可是这次是军委会的人在讲话 他说毫不放松军事斗争的准备 所以换句话中国大陆是很清楚的 要把这个议题现在提升到整个军方的态度 而且四大军区都在本周进行了演习 意在警告日本 同时在媒体的部分 已经不再只是新华社跟人民日报发表言论 这次是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报 他直接的发表言论 明白了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火 而且告诉他你是一个侵略国家 当时的德国作为二四大战的战败侵略国家 他从来不敢主张他在侵略行动过程中 所占领的任何态度 那任何领土 你日本人怎么可以再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战败 而没有亚洲国家对你们进行太高的求偿状况里头 你还来主张你在当时窃据的所侵占的领土里头所拥有的主权 那按照整个日本现在BBC的报道里头 他们认为日本表面上只花了20.5亿日元买的钓鱼台 可是事实上还付出的代价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我手上就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日本最著名的Toyota汽车 在这个月份里头在大陆的销售下跌了15% 而上升的都是欧美的车子 日本的相关大的产品正遭致很大的一个抵制 或者是你买了日本的车子 你即使不想抵制 也可能会在街上莫名其妙的给砸掉了 所以他们就说日本呢 现在付出的代价其实相当的昂贵 那日本政府呢更是很不得已的 一定要任命一个新的首相 因为原来的首相呢就是回去了 那新的首相呢是驻北京大使西宫申一 他根本还没有到北京去 就想到压力太大 这个礼拜就昏倒了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反制 14号凌晨 右梢中国海间船 以两个平行编队 使劲钓鱼台12海里 日本宣称的领海范围 海上百万匹大尾吃惊 派出直升机全程空中进风 巡逻船并多次警告 但中国海间船自入网门继续前进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所以是中国海间五名船 以船的行为已经侵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及主权权力 请以船立即停止侵权活动 否则你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中国海间船编队一度靠近钓鱼台 来主岛及北小岛 边向主岛瞭望拍照 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相互喊话叫正宣示主权 双方对峙了一个上午 海间船午后驶离钓鱼台海域 日方没有采取拦截行动 但大陆军方消息说 这次海间船出海 是做好了撞船的准备 日向野田一点严肃 提早一个小时赶到办公室 应对迄今为止 中国最大规模的船清事件 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 大陆驻日大使程永华 表达强烈不满 海间船动员 只是第一波的主权冲突 早早大陆官方展开的 反制行动中 发布钓鱼台海域的气象 并首次公告钓鱼台猎雨的 领海基线 以此强化主权事实 为日后可能的法律战做准备 但在日本破坏现状后 以虽禁为基调的东海政策 一经扭转 大陆主战的鹰派气氛填膺 一向养晦韬光的解放军 这会儿是可认孰不可认 解放军报连续几天都发表专闻 批评日本军国主义 已经打开潘多拉魔盒 除了强调 绝不以牺牲领土主权换取和平 12号的文章里更直接叫板 中日军队又不是没交握手 更何况现在解放军 已不可同日而语 军报还披露 斯大军区正在进行的军演 尤其是濒临东海的南京军区 进行的海陆空联合抢弹演练 还有济南军区近日的登岛对抗 针对性的警告意味浓厚 当前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 完全是由日方一手造成的 日方应该反思 反省 改变错误决定 回到 对话谈判 解决有关争议的轨道上来 与此同时 日本外务省也撤换了驻华大使 11号任命职业外交官 对中国相当熟悉的西工生意接任 为的就是要处理棘手的两国关系 没想到人事令才下达 人都还没到中国 就病倒东京街头 目前还深度昏迷病得不轻 大陆网友不禁言于西工 根本是称病神隐 不敢面对 意外差距也显见中日关系之复杂 而反日示威持续升温 北京的日本大使馆 周六被三千人包围 与武警爆发冲突 镇报警察开始驱散 北京使馆区交通一度陷入瘫痪 除了北京 大陆三十个城市都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游行 在东莞一家日本餐厅已事先关门停业 但游行群众破门而入砸毁店面 彻底失控的场面还发生在四川成都 7-11便利商店被炸 西安有不少日系车辆被掀翻 长沙和平堂商场也遭围剿 珠宝店的饰品更被趁机洗劫一空 打倒小日本 抵制日货 钓鱼岛是中国的 知道吗 小日本就应该滚出去 中日主权冲突也延烧到了经贸层面 抵制日货的声浪蔓延 汽车行业首当其冲 8月份美系欧系汽车销量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只有日系汽车产烂经营 其中以丰田的销量下跌15.1%最多 而在大陆一些日系品牌 从餐饮服饰到家电百货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为响应抵制日货 央视还特别公告 旗下三个频道至16号起停播 来自日本企业的广告三天 此外 许多大陆游客的复日行程也都嘎然而止 大陆专办日本旅游的康辉集团 宣布终止今年5万路客游日本的计划 日方的所谓够导行为 难以避免地会出现 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消费者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即使看到或者出现 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其立场 和他们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是他们的权利 我们应该表示理解 是不是发动对日经济制裁 商务部官员有所保留 尽管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占日本出口总量23.7% 但中日间产业分工链紧密 一旦经济战开打 上日7分 中国肯定也至上3分 任谁也没料到 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同时 中日关系陷入定点 本周又逢日本清华918事变纪念日 各地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日示威 香港保钓船也蓄势待发 准备在灯钓鱼台 民主情绪以野火燎源 今年中共18大换届力求稳定交班 却成了多事之秋 但主权问题不能示弱 这都考验领导层危机处理的能力